看不出來他怎麼寫 怎麼感覺這是寫上去的 所以我就覺得刻的人有問題 問題在他認不認識這個字 每次刻的都不太一樣 如果是認識字的話會知道這什麼字 所以每次刻的都會一樣 因為他這個字長什麼樣 有時候都懷疑他到底是不是只是一個工匠 找一個人隨便刻一刻 這個點也太大了吧 而且還有一點翹翹方方的 是 換 我記得不要寫太低啊 看樣子寫的還蠻高的 下面地方稍微讓起來很快的往右邊扭過去了 好再來就是要表現了 換 縮緊的部位 然後這是張開的 張得非常開 折下來 收得非常緊 有時候收得非常方 這個倒是往下收得很緊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太難講了 這個撇又非常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扁 但是這個鈉就不得了了 就一直往下衝 什麼用意呢 是不是因為這裡撇的關係 不知道 好 換 貼 這個貼寫的倒是短了點 尤其 上面間隔寬 然後下面這個撇又短 所以這個 這貼喔 我倒覺得他是應該撇這樣畫過來 但是畫過來覺得那一筆怪怪的 所以我們保留鄙視就好了 不想跟他一樣畫那前面那一個 前面這一段 說明他真的有刻 文 文 其實看起來都好立體呀 這種踏出來的東西因為當時有深淺 所以這個 踏起來就非常立體的感覺 比我們寫的還立體 因為他有層次 寫的話就是墨色而已 加 摩擦 但是沒有他那種 古雅的成分 文 體 體中 滑上去 斜下來 然後撇 點 他這裡很奇怪 唉 所以他一定是不能撕子 為什麼沒有連那個 筆劃都沒有出來 就看起來寫成這樣子 所以嚴格來講這不能算鐵寫字 因為很少人會把 這個骨頭寫成這樣子 所以 寫張猛龍也許可以這樣 如果在字運的時候有沒有需要一定要寫成這樣子 那就 另當別論了 字運總是給很多人看的 有時候 很多人不是大家都寫過張猛龍 當然你也可以炫耀你的技巧說 你看 我是張猛龍的 你沒看過吧 這樣有必要嗎 當然是 某種程度是可以的 有沒有必要每次這樣做就 就就就就就的考量了 個人建議是說 把它寫得標準一點 然後看得懂了 但是又像張猛龍的 這才是本事 層 層之前寫過 它就破得很厲害 那時候就在猜中間到底有沒有 三橫 那時候 因為看不出來了 所以就擅作主張 把三橫都補上去 古代一般都只寫兩橫 不會寫三橫 不過照這樣來看 它可能連兩橫都沒有寫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 搞不好都沒有 從頭到頭都沒有 真是糟糕 所以這個字應該是個錯字 不要把它當成鐵寫字 上去 折進來 好 D